请同学方看复习讲义第二章 三角函数 二之一 有向角及其度量 重点一 角度单位 一 定义有向角 在坐标平面上固定一边为始边 平行而走正向 另一边为中边自由旋转 观察始边与中边的夹角细打 当始边至中边的方向是逆时针旋转 规定为正向角 当始边至中边的方向是顺时针旋转 规定为负向角 二 角度的度量 角度度量分成两种 一 度度量 又称六十分质 我们将圆周切成三百六十等分 每一等分所对之圆心角为一度 右 一度 可以等于六十分 一分 可以等于六十秒 二 精度量 又称 弹度 弹度 我们在圆周上取一弧 使其弧长恰等于半径 则此时圆弧所对之圆心角 称为一个进度 精度与度的换算 一斤 等于π分次180度 而一度 而一度 等于一百八十分之π金 三 标准位置角 一 在座标平面上 以圆点为顶点 A轴正向为始边的有向角 称为标准位置角 二 当标准位置角 系达的中边 恰好落在座腰轴上 则称 系达为向线角 三 当标准位置角 系达的中边 恰落在第1234向线 则称 系达为第1234向线角 四 同戒角 一 凡是具有相同始边与中边的角度 称为同戒角 例如 30度与390度 互为同戒角 二 同戒角必相差360度的整数倍 三 同戒角有无限多个 我们只找正同戒角中最小者 集负同戒角中最大者 分别称为最小正同戒角 集最大负同戒角 四 除360度的整数倍之外 其余角度之最小正同戒角 与最大负同戒角 横相差360度 以上为本戒之重点整理 接着我们看老师讲解一 是完成下列各角度换算 将度度量化为弧度量 并将弧度量化为度度量 一 一百度 二 负 三百一十五度 三 十二分之七π 四 二 解析如下 一 一百度 等于一百 乘以一百八十分之π 等于九分之五π 二 负 三百一十五度 等于 负 三百一十五度 乘一百八十分之π 等于 负 四分之七π 三 十二分之七π 等于 十二分之七 乘一百八十度 得 一百零五度 四 二 等于 二 乘 八一分之一百八十度 等于 八一分之三百六十度 以上为 范例一之 讲解说明 接着我们看老师讲解二 是判断下列各角度为 第几向线角 并求其最小正同界角 与最大副同界角 一 负一千两百度 二 七分之三十一π 解释如下 一 负一千两百度 之最小正同界角为 三百六十度乘四 减一千两百度 得 两百四十度 而 二百四十度为第三向线角 所以 其最大副同界角为 二百四十度 减三百六十度 得 副一百二十度 二 二 七分之三十一π 之最小正同界角为 七分之三十一π 减四π 等于七分之三π 而七分之三π 为第一向线角 所以 其最大副同界角为 七分之三π 减二π 等于 副七分之十一π 以上为范列二之 讲解说明 接着我们看重点二 扇形的弧长 与扇形面积 一 扇形弧长 假设一元之半径为R 取圆上弧长S 此时 弧所对之 圆形角为细达 则 S 等于R细达 记得 细达要带弧度量 二 扇形面积 若扇形之 圆形角为细达 记得 要化为弧度 半径为R 则 一 扇形面积 等于 二分之一 R平方细达 等于 二分之一 S 层R 二 扇形周长 等于 二R 再加R细达 以上为 本节之重点说明 接着我们看 老师讲解三 已知 一扇形之周长 等于 其所在 圆周长的一半 若此 原半径为四 是求 一 此扇形之圆形角 二 此扇形之面积 解析如下 先假设扇形圆形圆形角为细达 一 一 带扇形周长公式 R细达加2R 等于二分之一 层 2πR 约分后 得 细达加2 等于π 一项得 细达等于π-2 2 扇形面积 扇形面积 带扇形面积公式 得 二分之一 层 4平方 层 π-2 等于 8层 π-2 以上为 范例三之 讲解说明 今天我们看老师讲解四 假设中面上时针与分针的长度分别为1公分及2公分 是求从上午4点15分到上午5点这段时间内分针和时针所扫过的面积比 解析如下 我们将圆360度分成60格 所以分针一分钟走6度 我们看分针走四数分钟之圆心角 等于四数乘以6度 等于270度 换层弧度为2分之3π 顾面积A1等于2分之1R1平方层细达1 等于2分之1层2平方层2分之3π得3π 再看时针走四数分钟之圆心角 等于12分之1层4速层6度等于8分之π 顾面积A2等于2分之1R2平方 乘细达2等于2分之1乘1平方层8分之π得16分之π 顾面积比A1比A2等于3π比16分之π等于48比1 以上为本题之解析说明